欢迎来到《陈世日报》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官媒霸气证明肖战是爆款男主 夸赞售卖价格高 全球广受欢迎 日,官媒又一次谈到了肖战和 百百合主演的热播剧《焦洋伴我》 不愧是一部经典之作 不仅如此 官媒还为肖战证明这就是一部爆款影视剧 肖战自然而然成为了当之无愧的爆款男主 值得一提的是 官媒详细介绍了该剧取得的一些成绩 其中就谈到了肖战的作品售价价格高 在世界范围内都广受欢迎 这就是肖战的价值 据悉 官媒霸气为肖战证明 肖战就是一位当之无愧的爆款男主 肖战和百百合主演的热播剧《焦洋伴我》成为了当仁不让的爆款经典之作 取得了非常傲人的好成绩 在电视剧领域行情不好的情况下 焦洋伴我毫不夸张就是傲视群雄 另外官媒透露这部剧售卖价格高 客户期待值也高 在全球广受欢迎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纷纷表示不言而喻了 肖战的成绩摆在眼前 一部剧可以说是靠运气 但是这么多经典之作摆在眼前 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已经可以说明问题了 肖战是优秀的实力派演员 也是一位正能量偶像 我们可以继续期待肖战接下来的精彩表现 总之恭喜肖战 也感谢大家对肖战的高度认可 肖战是优秀的值得信赖的实力派演员 也是值得跟随的正能量偶像 希望肖战越来越火 与此同时 肖战合装达菲主演的新电影 《射雕英雄传》就要杀青在春节当上映了 让我们拭目以待 肖战未来可期 肖战完美契合大众对优质偶像的心理诉求 人文价值片 我很早就说过 肖战能够成为内余现象级的存在本质上 是符合了大众对于优质偶像的心理诉求 难以复刻 也无法替代 流量转瞬即逝 肖战打造了自己独一无二的人文价值 首先 肖战一直秉承着低调做人 高调做事 完全符合国人欣赏的处事原则 如果说肖战的言让很多路人一眼沦陷 那么考古之后更多的人是喜欢上他的人品和性情 肖战有着中国人古往今来一直推崇的内敛和低调 他一直向外呈现的谦和 有理 认真 自律 不搅柔造作 不哗众取宠 都无一例外地踩到了国人心中的完美人设标准里 而这些 也是他的真性情 所以难能可贵 其次 肖战遵循着想要的靠自己争取 不走旁门歪道的人生准则 投机取巧 偷奸耍滑一向为大众所唾弃和不齿 肖战从小受家庭教育影响 一直遵循着想要的靠自己争取 不走旁门歪道的人生信条 于是 我们看到即便是顶流咖位 肖战的每一步都如此艰辛 却也如此扎实 中国人夸赞别家孩子喜欢说一句 这孩子心术很正 踏实 没错 肖战就仿佛我们身边的好孩子 一路努力学习 认真工作 赢得自己想要的一切 最后 肖战打造了文化感的偶像标签 这在内于是史无前例的个人IP 现今内于形容起肖战 特别喜欢用肖战IP来概括 意味着这些年肖战及其团队已经成功的打造出来一种专属于肖战的人文价值 这也是肖战曾经说过的 流量转瞬即是 我要创造自己独一无二的价值 显然的 这些年肖战做到了 在前一幕话中 我们认可并接受了肖战作为优质偶像传递给大家的某些理念 做好当下 不要否定曾经的自己 难走的路才是上坡路 角色要打动自己 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 是的 肖战最成功的一点便是 他让所有人都静下心来自省 自免和勇敢前行 在招令西改的娱乐圈 在浮躁极尽的当下社会 肖战能够做到如此沉淀自己 减少内耗 踏实前行 真不愧为内娱清流 也无愧于国民优质偶像的典范 相信肖战IP的内核会越来越充实风营 而我们只管一路追寻便好 Angela Baby被官方下场开除 铁杆粉丝的身份引发争议 最近中国知名女星Angela Baby 杨颖因观看韩国顶级女团 BLACKPINK成员LISA的风马秀表演 成为了媒体和社交媒体的焦点 这一事件在娱乐圈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 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和反应 在这篇文章中 我们将探讨Angela Baby 与BLACKPINK事件背后的思考 以及明星艺人如何在公众关注的同时保持自己的个性和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 事件回顾 事实上 这不是第一次Angela Baby被拍到观看BLACKPINK的演唱会 她曾多次出现在BLACKPINK的演唱会现场 这表明她是BLACKPINK的忠实粉丝 然而 这一次的行为引发了一些争议 其中一些人认为 作为一位公众人物 Angela Baby应该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 避免引发不必要的争议 一人与粉丝身份 对于这一争议 我们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 首先 作为一位公众人物Angela Baby确实需要谨慎处理自己的行为和形象 尤其是在中国官方对娱乐圈进行整顿的背景下 明星艺人被要求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 成为社会的榜样 然而 从另一个角度看 Angela Baby只是以一个普通粉丝的身份去观看自己喜欢的团队的表演 她并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法规 只是表达了自己对Blackpink的支持和喜爱 这种情感和行为本身并没有错 这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明星艺人如何在保持自己的个性和情感表达的自由的同时 又能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需要权衡各种因素 明星艺人通常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 而这些爱好可能与他们的职业形象不完全吻合 然而 他们也需要考虑到自己的社会影响力 以及他们的行为如何影响他们的粉丝和公众 明星与社会形象 明星的行为和形象不仅仅影响他们自己 还影响着成千上万甚至是百万粉丝的观念和价值观 因此他们需要谨慎处理自己的言行 以确保不会对年轻一代产生不良的影响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明星在公共场合通常表现得很谨慎 避免争议 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明星应该牺牲自己的兴趣和情感 他们也是普通人 有权追求自己的爱好和喜好 在这个问题上 公众也应该更加宽容和理解 毕竟明星也是人 他们也有情感和兴趣 这些不应该被剥夺 在Angela Baby与BlackPink事件中 我们看到了明星艺人在追求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时 如何权衡个人情感表达和社会形象的挑战 虽然争议存在 但我们应该以一种更加理性和宽容的方式来看待这些问题 明星艺人有责任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 但也应该有权利保持自己的个性和追求自己的兴趣 这个平衡可能并不容易 但是我们应该在评判时考虑更多的因素 而不是仅仅看表面 这也是一个反思如何看待和理解明星的机会 以及如何处理娱乐圈中的争议和舆论 只有通过理性和宽容的讨论 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明星与社会形象之间的关系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